Hello 大家好 我是Sherry 欢迎来到今天的NF Talks 最近全网疯传的朱吉伦18年前未公布 但是完成度极高的音乐 纽约地铁 大家只是听了部分的音乐段落 就瞬间被唤醒了整个青春岁月的回忆 毕竟它是我们的周杰伦 是承载了所有人青春的周杰伦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未公布的音乐一共有五首 哎呦 不错哦 另外四首音乐demo分别是 华人世界传唱度非常高的 《青花词》 《爱在西元前》 《歌浅》和《晴天》 这五首demo均收藏在了周杰伦 限定珍藏demo空间里 那这个空间到底是什么呢 经过我的深入调查 发现杰伦真的是 永远走在行业前沿的创作型人才 他向自己这五首demo 融合元宇宙视觉影像的前卫设计 结合区块链技术 拓展未来数字音乐 收藏世界的新思路 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未来科技感的 J式音乐元宇宙空间 话不多说 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周杰伦的元宇宙空间 长什么样子 那首先呢想要进入杰伦的音乐元宇宙空间 你需要一个空间入场凭证 数字钥匙 这个门槛可以说是非常的区块链化了 当然也非常符合杰伦喜欢挑战 与尝试新事物的做牌 而可以收藏一个殿堂等级的天王的数字音乐作品 不仅是杰伦粉丝们愿意为之买单的 杰伦也将音乐与元宇宙的结合 拉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拥有一把数字钥匙 成为了访问杰伦元宇宙空间的唯一通路 既保障了钥匙持有者的权益 也保证了杰伦Demo音乐版权的特殊性 杰伦的这次元宇宙空间 不管是地铁站 车内 青花瓷瀑布 搁浅的穿越空间 爱在戏院前的弹幕区等等 都体现出来精良的制作 细节把控十分到位 随至现在国内对于树藏元宇宙 以及web3等概念的推崇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才涌入这个行业 更多的项目更好的团队 会被投资人所发现 那通过这一次杰伦在元宇宙的试水 也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新兴的好业 不知道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